我是瑞晨 那剛剛自我介紹說到 我去參加了一個綠船的小女生 在那邊我認識了建輝 建輝就是這一位 也有在現場 他的專長是生態導覽 還有叫錯名字 有一個我伴叫做耀寬 那我叫做瑞晨 然後叫耀寬瑞寬 然後叫瑞晨還是瑞寬 他會帶著我們去導覽這個綠船 然後發現這旁邊其實是有很漂亮的生態 這是綠船 我今天才知道這邊會有台北的 可能是到綠船站 綠船就在火車站的前面 就在公園點殼前面 那其實他是台中最早就是從 這個地方開始發展 以前沒有台中啊 那台中就從這裡開始發展起來 這個橋有100多米 台中最大的橋 那我們就是從台中最早的地方開始 要推廣這個我們的裡面 那麼他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有人知道嗎 他發生的問題就像是 我們剛剛第一位報導的 我們要送他五行的禮物 假設你要送你的小孩去綠川玩水 你敢嗎 你敢說他在那裡嗎 我們對台中很熟的 我們就知道不敢 為什麼 可是味道很臭嗎 你在公園點殼買了冰淇淋 你敢去帶著你的女朋友 下去綠山的時候走嗎 不敢喔 買了戒指 七七的戒指 然後去那邊散步 這不太浪漫喔 那為什麼會這麼臭嗎 為了我們 為了研究 他為什麼這麼臭 我們用走的 從下游走到上游 下游在喬泰中旋那裡 然後走到北屯上游 那個山光社區 那 大家猜猜看喔 這裡面喔 哪一個是上游 哪一張圖是上游 哪一張圖是下游 那哪個是上游 這是下游 上游 然後這是下游 下游 下游 如果 是以前的我 我也是這樣子認為 我認為這是上游 這是下游 結果我們實際去走 我們發現 欸 這個是上游 這是下游 很奇怪齁 很奇怪齁 那 在這一趟旅行裡 我學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玉川受到的污染 是家庭被损的污染 它是嚴重的流氧化 這頭一集看不太清楚 這裡其實是有紅線 它是油氧化結 然後再來 第二件事情 上游的污水 並不一定會流到下游 所以只要哪一段有整治好 哪一段有整治好 那一段水就會是乾淨 那這是我學到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 對於這個綠川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 綠川 這麼核臭 它都代表台中的企業 我們可以為它做什麼事 那我們 剛剛講到那個 太武四河 的經驗 其實高雄愛河也是 你要整治河川 其實方法差不多齁 如果哪邊有工廠齁 我們就去要求工廠齁 你污水必須處理完 才可以排到河流林 那 可是 對於工廠這種 因為工廠是 在哪裡我們都知道 它是 這裡有工廠 這裡有工廠 它是點的 可是整條河川的汙染 其實家庭備水 因為家庭備水是整條都受到溫染 是比較難處理的 那不外乎是這幾個方式 第一個我們 用有上進的清潔機 譬如說像小蘇打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減少清潔機的使用 那第二個 污水結流 什麼是污水結流 就是污水在流入河川之前 我們把它接起來 導引到污水處理場 做處理完再排進河流 那第三個是 與污水分流接管 與污水分流接管就是 我們家裡的污水 正要流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接起來 導引到污水處理場 那大家到這邊就拚倒了 已經不懂了 第二點跟第三點 有不同在於 一個是 進入河流之前 把它接起來 然後 第二個是 離開家裡之前 把它接起來 那這有什麼不同 等一下我再解釋 那 最後一個 大絕招 就是說 我們中期大絕招 我們做一個康強的計畫 那種了一些 那個 水生 生態的植物啊 要讓這個 水乾淨一點 譬如說像布袋 那大家來猜猜看 哪一個絕招 是最快速的 第一個 你覺得第一個 有沒有覺得其他的 第二個 你覺得第二個 第三個 其實第二個是最快的 第二個是最快的 那 但是呢 哪一個是最有效 最根本的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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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 其實是第三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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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好 第一個 那我們都給他洗澡好了 其實就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是很困難 那而且 各種不同的這個 洗潔鏡 它有不同的汙染 那你 你解決了誘氧化 可能會有重金屬 解決了重金屬 可能會有誘氧化 那 但是 我們還是可以 盡量減少食了 那汙水潔流的話 所以 它可以非常快速的解決 因為我們在它 進入河流之前 就把它擋起來 可是當 雨水下下來的時候 大雨下下來的時候 如果這一段沒有做 加緊的廢水 還是會隨著 雨水的下水道流進 河川裡 所以 即使做了這一段 還是沒有用 那這個的話 其實效用是很少 因為 你汙水一大 那一些 你種什麼植物都沒有用 那 這個 所以說 我們知道 第三個最有用 我們知道第三個最有用 愛河 在現場庭 到市長之前 其實 前面的市長也有到 都有在整治河川 它用的就是第二種 可是 味道還是喬嘴不良 直到現場頂之後 每年的這個 汙水接管率 都是上升5% 後後 後來 才 這個愛河才沒有臭味 那為什麼 這麼重要沒有我們做 為什麼 因為 沒有選票 為什麼沒有選票 政治人問為什麼沒有選票 欸 做治水好像很好 因為 剛剛提到太武四合 他化了三十幾 你認識長幾年 五四年 他做四年 下一任就沒了啊 他幹嘛 去做一個三十二年 要做個四合 我們看台中市 汙水下水道接管 十二 五度最低 還輸宜蘭化戀金蠅 台中的你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那我們假設像高酒一樣 每年增加五% 大概花十二年 我算一下大概花十二年 可以到七十四% 大概到台北 七十四% 其實可以讓水質 已經算不錯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 浴船要做什麼 我們浴船工房要做什麼 而認識 進回之後 我們 在這個小旅行裡 我們認識了 不同的人 我們有 使公務員 有使大生 還有使上班族 然後還有使軍人 我們集結在一起 我們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在網路上 宣傳我們的理念 第二個我們還走入 我們的理名 認識當地的理名 我們不是只有在網路上 我們要認識實際上的人 推動我們的這理念 就是要當用戶 跟這下屬要接管 然後大家有 這樣子的理念的時候 就可以產生這樣子的民意 讓政治人物知道 這是有選票的 這為什麼會有選票 我們看高雄為什麼 民進黨是鐵票 為什麼是鐵票 是因為愛河之心嗎 是因為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坐船嗎 你如果坐在上面 結果河水很臭 你票會投給他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我們要凝聚這個 大家共同的這個想法 下水道 對一個國家 對一個城市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辦進船活動 有些理名 有些居民 他是不上網 所以我們雖然在網路上 留我們的等事業 去宣傳 可是效果有限 所以我們辦進船活動 來認識當地的理名 然後宣傳我們的理念 那我們沒有募款 我們募的是新 那假設你家有不要的雨鞋 那當然不要破洞 二手三手四手都沒有關係 可以捐給我們 我們需要 那更重要的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有水木 這個土木水寶人才 然後我們要宣傳 我們要網頁的人才 給各位人才 我們的寫手 那這邊非常的多 那如果像我一樣都不在上面 我們也非常歡迎你 像我喜歡拍照 那我把自己的照片 拍的照片 貼到我自己的粉絲頁 大概十個贊 可是貼在我們的粉絲團 隨隨便沒有三、四十個贊 我就很高興 所以 即使我們這個 綠川工房 就是不是只有付出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做得很快樂 那我們每一個 就你不是只有付出 你其實是有收穫的 可以學到東西 那我們每一個 禮拜一晚上七點 在 中區再生基地開會 那我們歡迎大家 來參加 來一起想辦法 那 假設 你沒有空參加 也可以追蹤我們 綠川漫漫 我們有辦活動 有辦新春活動 你可以參加 假設你還是沒空 跟我們點個讚 我們也很高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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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有需要的話 好 好 好了 這邊 這個 我們請問 那個 你穿著火關體會的 這個 是明信片嗎 你不把 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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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把